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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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捷雨 不是要拍主播到你家 怎麼還在這裡啊 我已經在工作啦 看不出來嗎 不啊 我今天呢 來到的這一戶好宅人家呢 他們家的戶外空間 比室內空間來的大 很特別吧 而且呢 這種風和日曆的天氣啊 就會想要喝個咖啡 坐在戶外曬曬太陽 真的好愜意喔 到底今天的好宅人家 主人是誰呢 讓我們來歡迎光彤阿公 還有漂亮阿嬤 嗨 歡迎 其實我們是為了庭院 而來買這個房子 真的假的 因為呢 我庭院有二十七坪啊 裡面才 實際面積才十八坪而已啊 所以呢 是不是為了要庭院 而且呢 退休人 一定要有個地方可以躲啊 躲到外面來啊 躲我 躲誰 我第一次採訪一戶人家啊 是戶外空間可以比室內還大 這個是我當時指定 請建商一定要幫我種的桂花樹 蛤 買房子還可以請建商種樹 很特別喔 因為我們在簽約時候呢 就約定有七棵樹可以種 這一棵呢 叫做串前柳 這棵樹是建商幫我挑選的 不是我挑選的 可是他住進來我們家之後 我好喜歡他 我每次都會看喔 那個陽光灑下來啊 他在不同的時間 有不同的光線 很漂亮 這個空間真的很舒服喔 因為你可以看到 這邊還特別鋪了這個石板路 然後小石子 那這一區應該就是 阿公享受的區域囉 對啊 我們的泡茶 下午茶都可以在這邊進行 晚餐的時候如果客人多了 我們也會帶到這一區來 用晚餐 從戶外走進來室內空間 又是不一樣的感覺 而且你仔細看這個牆面的 油漆的一個刷法 我會覺得有一種 好像希臘還是地中海事的風格 是這樣子嗎 感覺住在洞穴嗎 有耶 收到洞穴有耶 對 而且你們家很多圓弧的設計 這個室內空間比較小 對 所以必須要用 比較有一點弧度的 不會太多的斜角 對 這樣子感覺比較不會有 有隨時好像被 用人工塗上去 它塗成底漆 對 它是德國的一個 進口的一個特別的一個塗料 它的標榜是它可以吸濕 它沒有任何的家權 它沒有任何的 對 這個是非常 從班來都不會有 聞到那些味道 窗簾我都不做 因為我覺得 這就是我們家的另外 裡面很重要的天然圖畫 只是說你就是景跟隱私 要擇一就對了 對 我就捨棄我的隱私 你沒有那麼多無聊的人 你不知道現在無聊的人很多 真的啊 他每次都告訴我 人家看不到你的 不過我看你們家 其實很多這種新的 嘗試新的元素 但是這個櫃子看起來 好像滿有歷史的喔 這個櫃子賠了我們家 快三十年了 這麼久 所以這個要開 還要先開開酸 對 對啊 那些茶具 茶具啦 真的有老古董的樣子 好可愛喔 居然還要先開這個 那上面這感覺 也都很有歷史了 而且這感覺應該 看起來比較像是 光朵阿公在國外征戰的 有一些戰利品 這隻老鷹呢 是波蘭的國廟 那主持人 我去波蘭工作 帶團過去的時候呢 我剛好看中了這個 它只要三十個項鍊 這麼重 誰掛在脖子上 你先讓開 當時他買回來 然後叫我掛在脖子上 送給你的嗎 對 你的浪漫很另類耶 來 老婆送你一條項鍊 所以它一直藏在我 某一個櫃子裡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 臥室的設計好了 因為剛剛我們走進來 我就想說這個空間 因為剛剛他們有說嘛 室內空間才十八坪 然後客廳這樣就看完了 那主臥呢 主臥居然藏在一個 意想不到的地方 快帶我們揭曉 誰家會有旋轉門 因為我們設計 我想設計這樣子的一個門 連同所謂的電視的背板 這樣子的一個做法呢 節省了我一個門的出入 我想說有時候我們在這邊 可以看看電視 或是小朋友來看看電視 或是來聊天的時候 晚上我們轉回來之後呢 追劇的時候它可以用 你就可以在房間 躺在床上追劇 那是 你這樣就省了一套電視的錢 我現在突然發現 阿公跟阿嬤感情一定超好 因為現在床大家都越買越大 你們居然是標準雙人床 還不是雙人床的 這真的 因為我們不願意犧牲我們的 浴室的空間 我看到一個東西 感覺很像中藥房會有的 抓藥盒在這裡 這是什麼 這好可愛喔 這是我的舊家具 這個家具也跟我們家三十幾年了 很酷 舊家第一個家搬來的 對 幽默的這個 十八格小抽屜 這個也太符合 女生收納的需要了耶 女生看到眼睛都會亮 要考驗你的記憶力 我到底 看哪一格 存折放在哪一格是不是 好 那我們來看看廁所空間 因為你知道這個家 已經不大了嗎 主臥空間就這樣 但他們廁所真的好大喔 就是這個空間太不可思議了 一般人家已經這麼小了 就不會再把空間留給浴室 但偏偏這兩個人很有情調 在他們的廁所 打造了非常完美的空間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吧 阿嬤 因為我們兩個人 一直一向都很注重 淋浴的空間 所以我做了一個 比較算是開放式的 有渡家風的一個衛浴室 對 浴缸很大 這有沒有辦法兩個人一起跑 沒有試過 我不以為 沒有試過 今天一直歪樓 來 鏡頭看一下 這邊的馬桶設計是沒有門的 重點是右邊的淋浴空間 也沒有門 不要有壓迫感 到底門得罪了你們是不是 這個家沒有什麼門 反正就我們兩個住 我們兩個彼此沒有意思 廁所大概就佔了 全市的九分之一 可見我們有多重視它 其實發現空間 雖然你說你們那個不算客廳 但我覺得有做中導設計 也算是很不錯 因為你看我們就可以 舒舒服服的坐在這裡 喝個咖啡聊聊天 也是這個概念 對 那當初中導的設計 是怎麼樣的一個理念 原本就設計這麼大嗎 沒有 原本我們只是在標準的一個中導設計 原本我們有一個餐桌 那麼後來這個伸縮的餐桌 覺得有點佔位子 所以我們就把它取消了這個餐桌的設計 而且我們這樣裝了這個木頭的加裝上去 感覺上面它又有八台的設計 又加了顏色 那所以說假如可以給觀眾朋友一個建議 因為像你們打造的是退休宅 又是夫妻兩人的空間 有沒有你覺得很實用的建議 可以給同樣也想打造退休宅的族群 我們這裡是因為我們買了預售屋 我們先前就有課便 所以如果說有這個計畫 我們用預售屋也不怕太麻煩的話 就是你可以先用課便方式 然後自己有個想法 像我們的手機裡面 我就收集了很多的照片 對 就是裝潢的照片 其實我覺得就是先提早做功課 然後把你想法 然後可以跟設計師溝通 好 今天非常謝謝光頭阿公 還有漂亮阿嬤 帶我們參觀了一圈他們家 雖然說小 可是逛起來覺得 每個角落都有很多的故事 然後也看了覺得非常的舒服 也恭喜兩位住進你們的夢想退休宅 主播到你家 我們下次見囉 謝謝